1-2 三角魚 Hi大家好 我是阿志 我是阿翔 那阿翔今天我們來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怎麼使用磨吸精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let's go 好那我們首先 將磨吸精 從盒子裡面拿出來 好 那在使用之前呢 要先過一下水 好 那過完水之後呢 把它擰乾 稍微把它擰乾一下喔 對 擰乾之後你就可以開始 把你的愛車擦乾了 好 阿智 那你知道為什麼摩西金 它會分成兩面不同的造型呢 像這個部分呢 這個平面的部分呢 會比蜂巢面來說呢 阻力的話會比較大 那蜂巢面阻力比較小 那點跟點之間呢 因為如果有砂石灰塵帶到上面呢 其實在擦的過程 也比較不會因為這樣傷到你本身的車漆 像我們這個車有平面跟膩面 那我們這個使用的部分有什麼區別嗎 好 那我們先跟他講平面的使用方式 像這種大面積平面的啊 我們把摩西金 蓋上去之後 壓一壓 然後再這樣 脫下來 了解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大面積的話 建議用拖拉方式去吸水 讓它的效率會比較好 比較好 那像這個泥面的部分呢 我們怎麼施作呢 好 那泥面部分 我們把摩西金 對折到 順手的大小 那我自己 是會對折折這樣再開始使用 那使用一樣很簡單 貼上去之後 這樣就可以了 阿翔 這個是小條的摩西金嗎 那跟大條什麼區別呢 好 那大條的話 我們通常可以插在 大部分的車身外觀 對 因為用大條插會比較有效率 那小條的話 小條的話可以使用在 像一些引擎蓋的這些縫隙啊 或者是車門邊啊 或者是後車廂的縫隙 都用小條來插 對 那順便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有黑色跟藍色 那這個區別是什麼 那黑色跟藍色其實很簡單 黑色的話 我們有添加那個碳纖維 那有添加這個碳纖維 會讓摩西金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臭掉 因為我們存放的話 是洗一洗擰乾之後 是有一點微濕的狀態 存放在盒子裡面 所以它有添加碳纖維的成分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臭 阿翔 網路上有些網友說 我們的摩西金不吸水 那這是什麼情況啊 好 那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的摩西金像這樣 插過去 會有這種 插不乾的水痕 那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平常洗完車之後 沒有做一個打蠟 或者是布膜的保養 基本上這個水它會附著在漆面上 譬如說你用再好的 吸水精 吸水布 你這樣插過去都還是會有水痕 所以平常洗完車 就要定期的做保養 這樣你的水才不會附著在漆面上 阿翔 像摩西金那如果吸水力不好 或是說有髒的時候 該怎麼做文物呢 好那這個情況呢 我們等一下做給你們看 好 這時候我們就準備一桶 約60度C左右的溫熱水 那再把它泡在裡面 那你在泡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去燙到 然後我們讓它泡了3到5分鐘 或者是髒污洗不起來的時候 用中性的洗車精 去清潔也可以 好那3到5分鐘之後呢 我們把它拿起來 擰乾 那擰乾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陰涼處 陰乾就可以了 讓它陰乾之後呢 它會呈現像這樣 硬塊狀 沒有彈性 那這個時候我們不要大力的去拉扯 千萬不只這樣做 因為它很容易斷裂 那如果你下次要使用的時候 很簡單 再把它泡到水裡面 泡差不多30秒或40秒左右 它就會慢慢暖化了 好像現在這樣子 它已經暖化 恢復原油的彈性 這樣就可以再使用了 好阿翔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 磨吸精 以及超吸纖維布的吸水效果比較 那我們這個磨吸精怎麼做整理呢 好那擦完車之後呢 我們把磨吸精 泡在清水裡面洗一洗 洗一洗之後 一樣擰乾 好擰乾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 你不用晾乾 因為它有加碳 所以它有除臭的功能 把它折好之後 放到盒子裡面 那在收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它 如果你不小心太大力的話 它這個盒子的孔 可能會弄傷你的手指 這部分就可能 請車友要小心一點 好熱物達成 YES 喔拍好久喔 先收工 好收工 欸 所以我們 買這個之後的盒子 一定要留著 不能丟掉 盒子可以收納你的磨吸精啊 掰掰